事实上 美国是世界上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 最不透明的国家 如果不是美国2001年独家退出本已达成一致的谈判进程 并且至今独家反对重启谈判 这一机制本该早已建立起来 各国的生物活动 包括实验室活动 都可置于多边的监督核查之下 美方声称的所谓公开 透明 不过是糊弄人的说辞 在溯源和建立生物武器多边核查机制方面 最不公开 最不透明的 正是美国自己